OK 看了我们的影片很久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我老婆是很喜欢碗碟的嘛 特别是陶瓷的碗碟 但最近她的行动升级了 因为她现在直接变成了一个陶艺家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一会儿 显得可以吗? 竹子 显得可以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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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做了笋吗? 对 我来看看 我来做的 对 你来做的 我来做的笋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玛依先生做的碟 2000的一只 做得多漂亮的 下面的全部 12000的一只 12000的一只 全部吗? 这个也对吗? 是的 这个笋柄是我做的 哇 真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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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的碟子做了 塞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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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还没做的 真棒 然后这一只又是 然后这一只又是玛依先生做的碟 2000元一只 但是这些如果去香港买的话 就不是要先赔 就应该是200元 哈哈 十算了我们要 哈哈 香港人的需要 我可以在香港买 但是 那 那 有点 有点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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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堆全部都可以赚了 哇 好厉害 我很喜欢这一只 用来在家放东西 放手饰 放成 OK 这些像是高级寿司料理店 用来放寿司的碟 OK 好厉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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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也是那句 去香港的时候就十算 十算 十算也是三十元 但是 这个挺可爱 但栗 这个我们家里也放了一个 原来Maiiさん做的 原来 是 很厉害 很厉害 这个香港人很喜欢 那是我的想法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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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我的想法 有一天 Maiiさん在做陶瓷 然后我说 如果做筷子座 做一个是 Infinity 这样的形状 这个是我的想法 OK 是吧 挺好的 为什么要做陶瓶家 陶瓶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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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老婆就是晚上在做陶瓶 近来他很努力 想成为一个陶瓶家 但他做这些真的挺漂亮的 家里陶瓶吃饭的这个盆子 都是Maiiさん做的 特意做到那个开口位 是矮过后面 用来方便这只猫吃东西 都做得挺漂亮的 这个是一个极简短的日常Vlog 就是给大家看看近来他做些什么 他有可能真的会 弄回一些机会拿到香港 也不奇怪 但这个就是后话 现在暂时未知 刚刚才开始 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些的话 Follow他Instagram 他应该来不到他 帮一下照片 我想 就是这样